你看有兩個陰謀 一上船就叫海巡署救他 所以他回去是被遣返 安然無恙 對不對 因為這種東西 全世界像美國的海報 他潛艦就可以放橡皮艇出來 中華民國以前的蛙人 也是坐船靠近大陸進海 然後划橡皮艇上來 我根本不相信 他從紹興那邊划過來 不可能 寧波 寧波 你把他到醫院去體檢一下看看 他說他脫水 有沒有 所以這個問題就在試探你的雷達 跟你的偵測系統 因為從淡水河口到林口 都是登陸去 未來北部登陸作戰的地方 所以這個典型的是偵察活動 第二個這個軍售 那簡直是荒槍走板 我當過聯群的署長 聯群的製作機槍 製作步槍 製造子彈 都是自動化機械 我們還曾經在美國越戰 那個伊拉克戰爭上 賣給美國很多子彈 你怎麼會要人家這個 83年的這個老舊子彈 這個子彈已經過期30年了 打不打得想不知道 那防濫飛行更扯了 你根本就是把倉庫裡面的爛貨塞 來報銷 這是美國可能貪污就高貴了 你可以報銷了 絕對有貪污 有事情 把拜登這個軍援款報銷了 那台灣 如果是台灣花錢買的話 那更虧 我們不抗議的 人家前一陣子 老實說我在暢衰國軍 你想想我一直暢衰 賣給我們的 garbage 我到美國公開演講也是這樣講 你看前一陣子那個托斯飛彈 打一發掉海裡 打兩發掉海裡 那不是過期彈藥是什麼嗎 各位 我在軍中 從排練營長 旅長身上來的時候 我打過很多過期彈藥 因為我們當年為了防衛台灣的時候 儲備了很多彈藥 我對金門的彈藥庫非常清楚 80%都是過期的 好慘 打出去就是不報的 所以你現在美國拿這個來彈篩我們 我最氣的是 我們接收的單位屁的不敢講一聲 你什麼驗收 第二個電彈雷甲我更是感同身受 九六飛彈危機以後 我到美國去主持華美會議 華美會議就是說 空軍 海軍 陸美 海美 空美都談好了 我是代表國防部跟那時候副總長吳士文 我們兩個人去吃個早飯 他表示感謝美方對我們的軍援 可是我去吃早飯的時候 我就聽到空軍的跟我講 那個電彈雷甲裡面一個重要功能被取消 當時就已經有了 對 我聽到了 然後吃早飯的時候 我對手軍援局的副局長在那裡玩刀叉 我就很爭氣 我們是老遠來給你做個道謝 你在桌面上這麼輕 這是很不禮貌的 在你面前玩刀叉 這是一個正式的餐會 老美 老美 我就跟他講 我說電彈雷甲我不買 那個時候電彈雷甲是那個時候F16的裝備 那個時候你賣給我的話 就應該是原裝原配賣給我 他都會把重要的性能給你剪掉 美國常幹這種事 我們以前接收的M3的 60A3的那個躺個車 本來是有電腦帶動炮塔自動轉折的 他把那個連桿給你剪掉 那我們就要用手搖的 這我當旅長親自似的 所以這種過境 所以後來George Town裡面 有一個學術研討會 那時候我當立委 題目是要我去當 演講 題目是什麼 台灣為什麼捨不得花國防軍費 我說你們這個議題是鬼扯 我說台灣曾經買過拉法業 這麼大一筆軍手案 幾個銀行連帶一次就付過了 哪裡是說我們沒有錢付 我說你們的預算制度可以 今天用不完的可以留到明年 中華民國的軍事運算是 到了年紀 年紀就年底就自動腳褲 我說你們一直不給我們一個 採購的時程表 我的預算每年空置在那裡被當掉 而且你們賣給我們都是T model 那個美國的國會議員 我什麼叫T model 我台灣 model 我什麼是台灣 model 我似乎乎乎 就好直白 我就講得這麼直白 是 那他的反應是什麼 你們以為我講假話嗎 你今天看這個來的是不是Garbage 真的是 子彈30年前的子彈 4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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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1983 你說我們是子彈生產國 我們曾經賣給美國上百萬的子彈 那你怎麼賣給這個給我呢 而且還是不能用的 我們不缺子彈 我們缺的是高端的武器 伊拉克戰爭 台灣就帶製造子彈 製造我們那時候賣給美軍 對不對 所以你這種事荒謬到極點 我最氣的是國防部怎麼不肯生 你今天還要跟美國來揭發嗎 你今天那個托斯飛彈不是過期的話 怎麼會打到海裡去呢 我講的就沒有錯 電站雷夾1997年我就拒絕採購 那個時候電站雷夾是配合 現在的老的FAB的飛機 你現在停產 休眠了 休眠的意思好聽 是停產 你要再買現在的話 你還要給他重啟生產線的費 你聽懂了嗎 我們常常付這個錢 人家停產了 更多錢 工產就結束了 專為你而開設 那就貴到天價 那更貴 我們以前付過這個冤枉錢 所以我們國軍採購 那屈辱也就算了 被人欺負到這種程度 那也是夠了 那美軍這個 用1983年的彈藥給我們 我坦白說 如果不是美國的國防監察單位 寫了這個報告 我們的軍方是不是不敢 不敢說 真的 這個坦白講是美國自己 有內部的監察單位 覺得你是不是太過分 欺負人 我跟你講金融時報 昨天也登了一篇文章 說英國給烏克蘭的彈藥 都是即將過期的彈藥 還即將而已 我們是直接已經過期了 我就是說都是一樣的邏輯 就是英國給烏克蘭也是那種 快過期的 然後他這個也是給你快過期的 或者已經過期的 如果不是美國國防監察單位 寫這個報告 我們不知道 不敢吭聲 我們跑軍方的記者真配合 怎麼沒有出現養妻七年的憲民 對不對 這個我覺得 我以前認識一些軍事記者 比較早年了 比如說張友華 盧德韻這些 現在還有一些資深的記者 一定給你報出來 對不對 所以藏得真好 就是我們的軍方也不講 不可思議 所以真的是 是美國的監察單位幫了我們 這真的是有點不可思議 那也是那個彈夾昌 彈夾昌帥將軍比我還清楚 我們上次不是還在推 說他拍到了大陸的什麼 對不對 結果你現在休眠期 就是以後就買不到了 真的 那已經買了怎麼辦 我不知道 就變廢鐵嗎 還休眠期 不知道 休眠期就是以後 可能沒有在做了 停產了 停產了 對啊 就是停產了 就是宣布死刑了嗎 我跟你講你把這個連結到 我們這是潛艦的預算 明明就是明年10月才海事 而且這是樂觀的情況 延後了 對 為什麼今年就要編 2840億的預算 而且明年事實上只有20億 其實我們軍方都知道 我認為就是美國在吹 美國要趕快確定你的訂單 因為我們的攻擊系統 潛先入帶 就是這個意思 我講話比較文雅 就是他要確定訂單 我覺得就是這樣 然後14年之後那個東西做出來 也過期了 又來了 超前過期 你財電潛現在訂購了這些裝備 你想想在15年之後 怎麼會是線上比較新的裝備 一定不是 他用的是30年前的技術 然後再過14年 然後你再過17年 又可以進博物館 真的 付了錢買古董 就有點類似這個意思 直接宣判死刑 所以我說 坦白講這個下會期 這個會期剛好就是 國民黨跟民眾黨都要好好把關 要問這些核心問題 你到時候14年交建會不會過時 還有現在是無人機監察的時代 你是柴油潛艦 大概兩個禮拜就要浮上海面 被徵收到 那會不會充滿了各種風險 這些問題事實上都要問 好